接著帶你來看到 佐西鄉立山村的山里部落 日前凌晨就發生了一起火警 立山派出所警員翁中奇 先是聽聞到外頭傳來民眾的呼叫聲 立即持手電筒以及指揮棒來尋找聲音的來源 而途中不斷飄來陣陣的濃煙 發現原是離派出所不遠處的一處民災發生了火警 而屋主因為飲酒過量無法清楚地表達言語 加上本身領有殘障手冊不良於心 只能藉由吼叫來吸引部落居民的注意 而在消防人員抵達後經過約40分鐘 順利將火勢撲滅 現場僅有一樓遭到火勢燒毀 所幸並無釀成其他人傷亡 隨著濃煙已經飄散在這寧靜的部落 佐西鄉立山村山里部落發生一起火警 立山派出所警員翁中奇 先是聽到外頭傳來民眾呼叫聲 就立即手持手電筒以及指揮棒找尋聲音的來源 途中不斷飄來陣陣濃煙 發現原來是離派出所不遠處的一處名宅發生火警 屋主因為飲酒過量無法清楚地表達 加上本身領有殘障手冊不良於心 只能藉由吼叫來引起部落居民注意 你在這裡面是燒什麼? 你有抽煙嗎?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燒起來? 你是唯一的住屋只能問你啊? 沒有 怎麼燒的? 唯一來了 你要誠實講喔 火箭科等一下會來鑑定喔 做不過 是什麼發生的? 沒有什麼東西 那怎麼會燒? 我在 四周居民已經紛紛外出尋找起火原因 遠景見視火視已經逐漸燃起救聯繫消防人員到場 隨後在現場疏散人群以及執行教童數道 有民眾大聲喊叫 疑似在呼救 疑似本人出派出所外查看 發現離派出所不原知民宅有火刺 便立即聯繫消防人員前往救災 在消防人員抵達 經過大約40分鐘順利將火勢撲滅 現場只有一樓遭到火勢燒毀 所信並沒有釀成其他人員傷亡 預理分局將配合消防局火吊科勘查 釐清起火原因 記者高雙雙張明泰 卓西鄉採訪報導